還有布農族設計昨天登場 其中的抓豬儀式是否如期舉辦 也引發外界的高度關注 因為原民會認為抓豬的儀式 是為了炒熱氣氛所安排的活動 跟傳統儀式無關 因此原民會就說了 如果要舉行就會取消今後的相關補助 主辦單位今天的儀式是照常登場 不過為了尊重原民會 最後變成只抓豬不扛豬 布農族設計私以一聲令下 豬在草地上時空狂奔 想要逃離布農族人的全面抓捕 但敵不過人多勢眾 豬隻們被壓倒在地 四角朝天的乖乖被綁 儘管原民會要求取消 經過爭議後抓豬儀式仍照常舉行 抓豬是必然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把抓豬那種 人家幫你來抓 後天我幫你抓 大家一起來合作把豬 抓完了我們一起殺分享 這個是我們重要團結 分享的一個文化內涵 不過為了讓奢爾既順利進行 豬人取消了抓豬流程中 原民會最不滿的抗豬動作 也更改了過去抓豬比賽時 豬隻會從起點奔跑到終點的過程 我們把豬圍好了以後 大家對號入咒我的豬 就在我的隔壁 然後我們一聲令下來抓牠 用最敏捷快的速度 把牠抓起來以後 綁起來就留在原地 當然如果今天的豬 還是很活潑的話 多少會有一點追逐的 我想不會有產生裂掉的行為 熱鬧扛豬儀式變成抓豬 整個抓豬過程也只有30秒 參賽族人抓到豬後也不喊口號 讓一些老人家感嘆 似乎少了一些傳統味 但為了能夠不讓原民會取消補助 族人只能退一步尊重原民會的立場 從扛豬變成抓豬 聯合報李慧君 台東報導